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最近要做大烟生意 因为前两天和法国人已经达成了协议 要在这里开业 黄飞红他捣乱 英国人就这样赔了笨 大烟这种情政府都默许的货 也都出了问题 更何况是风险高的货物呢 不过呢 民团里各行各业都有 再加上你们这些老外 嗯 也难保会有人不会发现的 不过呢 好 看在大生意的份上 我就签就你这老外一次 等好消息 你不要太开心 不要以为这样 你就可以抓到我的把柄 你找不到我的证据 行走江湖 为的是求财 不是为了求气 不过 这句话太深奥了 恐怕你也不懂吧 到中国做生意 怎能不懂中国的生意经呢 合作愉快 咱们来吧 很煩 给我做 宽哥 宽哥 我发现一个好地方 带你去玩吧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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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你是谁啊 你谁啊 他是保值林 梁宽 梁大爷 你们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好啊 那你叫黄文宏来跟我们评命理 我是民团的副教练梁宽 有什么事就跟我说吧 我只知道民团教练是黄文宏 却不知道还有一个副教练 看你有的粉面呢 八十二装的吗你 宽哥 别动手 否则黄师傅又要责罚你了 别提我师傅 宽哥 你不要冲动啊 黄师傅 他毕竟是民团的总教练 而你阿宽又算个什么 你是斗不过他的 连你也这么说 宽哥 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我走走走 我走走走 来 拉扬车了 卖部位 卖部位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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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呢你 干什么你 你说你呢 你 你 你 干什么你 这儿的损失啊 我来赔啊 我来我来 小意思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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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宽哥 宽哥 不要再打了 这样会弄伤自己的 不要管我 宽哥 是我不好 我承认 但那些无知的乡民 你又何必跟他们一般见识呢 你说的没错 他们的确无知 他们 只知道师父 根本不知道我梁宽 我劝你还是看开点 你是宝石林的弟子 黄师父的名气有多大 你不是不知道 黄师父天大的名堂 也是他一拳一脚打出来的 实至名归 令人无话可说 如果他肯让你自作主张 或许你也能打出个名堂来 可是他 以你的才干嘛 如果当初你早出江湖 如果自己出来装江湖 早已扬名立万 怎会有今天之事发生 真不知道 当初为什么要拜他为事 宽哥 既然你给我梁坚说出这些心里话 好 我梁坚帮你扬名立万 你这是什么意思 最近呢 洋人总是在我镇贩卖大烟 搞得乌烟瘴气 其实民团有质 理应搞他个祖宗十八代 脚底朝天才是 可惜啊 可惜什么 可惜黄师父是民团的总教练 总是对洋人投鼠忌器 不敢出去扬当他们 弄得我镇上的居民深受大烟的毒害 对 师父 他从来不让我去干大事 他总是让我去干一些芝麻绿豆的小事 真是气死人了 其实我已为宽哥想过 我们应该去砸了那些大烟荡 搞他个天翻地覆 功劳全归宽哥的 你承名 就有望了 但 但师父知道了怎么办 这还不容易 蒙着面呀 再带几个蒙面的兄弟 干脆跟黄飞红对着干 你说 这民团会听我的吗 当然了 祝你成功的事 我早就在暗中做了 不少兄弟 已经站在你这一方了 再说 还有我梁坚 你这个多年的同乡同宗 和你也是一条心 好 那我们就赌一把 赌一把 我一定会帮助你的 你要撑住 阿苏 众生平等 不可以杀生 就由他咬你吧 佛弥陀佛 善哉 善哉 大师 人只要心境 与大地融为一体 小小的蚊子 又怎能欺负你呢 你们见过蚊子 丁大树吗 非红拜见无忧大师 善哉善哉 善哉 啊 无忧大师 我来给你介绍 他叫少君 是我家母的丹妹 我叫她十三仪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哀 非红明具一心 嗯 如此可叫也 女施主 现在可有蚊子 盯你啊 是啊 大师一到就没有蚊子了 真的没有了 大师 我们保之灵 厨房和茅房的蚊子 都很多 大师有空去帮我们 擀擀蚊子 阿苏 不得无礼 人间有情 礼仪之道 殊途同归 太执着的礼教 反而会使自己 太固执自封了 嗯 大师 听非红说 大师已经有一百零三岁了 今日一见 知不枉此生 生老病死 各安天命 只要活得开心 不愁长命百岁 各位施主 老纳有一种 为妄忧的云南茶叶 大家不妨尝尝 有劳大师 徒儿 师父 被茶 是 非红 我们到静心亭聊聊好吗 好 大师 女施主 容老纳离开一会儿 非红 请 请 你个死闻子 奇怪 总觉得今天师父 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总之师父不在 轻松许多 喂 你要是让师父知道 你这样说话 一个就惨了 对呀 阿伟说的对呀 请不请告诉你师父 阿伟 阿伟 求你了 求你了 阿伟 就告诉师父 阿伟 阿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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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鸿啊 你心里有什么疑团 就不妨直说吧 五位大师 请恕我直言 先夫在飞鸿年幼的时候 教导我做人要尊师重道 理直说不可忘 只要理直气壮 何愁大事不成 但我听大师讲 说太执着理教 反而会顾不自封 这不是和大师教导的背道而驰吗 阿弥陀佛 令尊大人是老那的挚友 而飞鸿你 我从小看着你长大 你和你父亲的性格是完全一样 你刚才讲的这番话嘛 如果老那没有记错的话 令尊大人也曾经问过我 真的 是啊 做人难呐 其实呢 做一朵花就更难了 不知道你知不知这个道理啊 做人难 做人难 做一朵花更难 武为大师 我真的不明白 人有七情六欲 众所皆知 花也有七情六欲 你知否呢 花吗 花是植物 不会动 又没有思想 不会哭也不会笑 何来七情六欲呢 那么他又告诉你他不会动 不会思想 更加不会哭 不会笑吗 飞鸿不才 实在不明白清道理 世界如此之大 无奇不有 人看花 当然是看花不动了 不会思想 不会哭 不会笑 可是人养花 是因为欣赏他们的美丽 当人们有能力去扭转 他们生存的方式和环境之时 岂不感到花的悲哀吗 所以花的思想 七情六欲 实际上是掌握在人的手里 能否开花结果 也轮不到他们做主 你说做人难 还是做花难 我相信 你总有一天会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现在还是先尝尝我的无忧茶吧 怎么样 不错吧 听人家说 你这个人办事很精明 能见人所不见 那么你猜猜看 今天晚上 我会不会答应你 跟你合作呢 大人谬在 小民可没这般本事 不过就凭大人没将小民扫地出门 小民可知 已经有了五成把握 五成 凡是若非成功便是失败 五成把握 那就是碰运气 我这个人 向来不与图侥幸的人合作 大人高见 把握虽然没有 但机会总是有的 说得好 把握机会 好 那你跟我说说 你是怎么把握 另外五成机会的 就凭提督大人 跟黄飞红的关系 您不是一直将黄飞红 当作眼中针 肉中刺吗 黄飞红 我跟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连我都不清楚 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好 私事不谈 咱们谈公事 提督大人 黄飞红在本镇的声望有多高 你应该很清楚 再加上他又是民团总教练 如果让他的势力继续壮大 恐怕日后干涉民政 难以收拾 大人贵为一方之提督 难道会做事不理吗 好 你这番话说得很有趣 很有点鬼也凉的意思 好 继续说 小民始终以为 未雨绸缪胜于林可绝景 大人应该扶持 另一个异于控制的人 制衡 甚至取代黄飞红 你出来乍到便觉得很热 既然你说梁宽容易控制 是受我控制 还是受你控制 梁宽的性情如何 小民清楚得很 他一直不甘心 趋于黄飞红之下 是最佳人选 懂得顾左右而言他 好 我只拿一句话答复你 保之林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向来不过问 从前如此 将来也不责 大人英明 相信不用多久 小民便会有好消息 禀报大人 好 你下去吧 大人 您真相信那鬼眼梁的话 问题 并不在于我信不信鬼眼梁 而是鬼眼梁 他信不信我 监视罗伦斯的人回来报 这梁坚与罗伦斯甚有过从 可能与那件大事有关 卑职就派人监视梁坚 看看是否有端倪可见 如果属实呢 梁坚所为越成功 那对我们越有利 至于保之林和民团方面 或多或少便会有些变乱 没构成流血世界 就任他们自己瞎闹去 我们的人手 应该全力地放在大局上 如果他们真是闹得不可开交 那我们才两边割合 坐收愚人之力 说得对 不过你要记住 我们一边是愚人 一边是猎人 鱼人要等 猎人却要狠 至于黄飞鸿这条大鱼上不上钩 最要紧的是我们要协调 大人英明 学生不急 怎么会不急呢 当你急得上我的时候 也许我就不用坐在这把椅子上了 卑职不敢 有什么不敢 你坐得上这把椅子的时候 我就会坐到比现在更高的位置上 当我看着细心栽培的属下越成功 我的心里就越开心 就像欣赏我这幅字一样 对了 陀佛 你将来的成就 会不会像我的字一样那么棒呢 卑职定不负大人厚望 干什么 干什么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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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这件事情你们一定要给我一个交代 我们的老板非常的不开心 告诉你们老板 这件事衙门自然知道怎么做 你们来找渣大人做什么 知府大人他做不了这个主 我们只能找渣大人 大人 提督大人 我是受布利先生的委托 就昨晚央管被烧一案来要一个交代 如果要是破坏了中英邦交关系 布利先生他会 洋人在我们中国贩卖大烟 虽然是朝廷特许 但是并不代表全体的大清子民都接受 有些地方百姓不满 这正和朝廷的态度一致 烟管被捣毁 只是地方治安问题 知府大人自会一世同仁给你查办 但是不能跟外交混为一谈 那你们不用心处理我会找领事出头 随你的便 你们领事的手段我了如指掌 扎大人 布利先生和临时关系密切 我怕 嗯 托福 你记住了 对这些洋人 我们不能一味的退让 否则的话 不但你我吃亏 国家也吃亏 大人高见 高见 费红啊 来 今天叫你吃西餐啊 哎呀 坐呀 吃西餐呢 就是用这些餐具 要由外 用到内 每吃完一道菜呢 就把它们都换掉 这个呢 就叫做餐巾 打开它呢 什么 餐巾啊 餐巾 对了 把它打开 放在这里 接下来呢 我们叫 哎 费红不是放在那 是放在腿上啊 对 放在腿上 那 西餐的第一道菜呢 就叫做沙拉 嗯 你试着说一下沙拉 呃 沙拉 对了 吃沙拉呢 要用叉子 用右手 这样插住它就可以了 像我这样 插住它 明白了吗 这样呢 第一道菜就吃完了 第二道菜呢 就是喝汤 喝汤呢 要用勺子 用右手 抓住勺子 这样就可以喝了 哎 飞红啊 不是这样的 是由内向外 由内向外 喝完了呢 就是第三道菜 第三道菜呢 就是主菜 吃牛排 味道很不错的 你现在看着啊 吃牛排呢 是用左手拿住叉 右手拿住刀 就像你教别人武士的那样 双手截跳很有节奏的 那我试一下给你看看啊 就像这样切 哎 哎 阿宽 我正教你师父吃七餐 你也过来坐吧 我去练功 没时间吃你这无聊的东西 哎 他怎么了 吃餐一样 吃七餐 晚些再学吧 我去看阿宽连工啊 喂 你怎么老是这个样子啊 我自己去 阿宽 什么事啊 要发泄 打木桩是没有用的 要发泄 找个对手 我做你对手 来 过招吧 阿宽 发泄够了吗 阿宽 你现在出了这口气 舒服多了吧 师父 我们保之林 虽然是一家医馆 但骨子里却是一家武馆 师父常常教导我们 强身健体 才可以为国家效力 现在我觉得 越来越不是那么回事了 现在我们空有一身本领 却不能为天下的百姓出头 他们在外面 被洋人欺负 被恶霸欺负 我们却躲在家里 像苏头乌龟一样不敢出去 我觉得 这样做什么男子 大喊大丈夫 阿宽 我们保之林 是一家需要帮助病人的医馆 我教你功夫 主要是强身健体 将来有机会 保家为国 从没想过除强服务 如果大赢别人 别人又派高手过来报仇的话 正算为冤冤相报 何时了 你说这有什么意思 师父 你说的很有道理 总之 这一次是我错了 我向你道歉 阿宽 你没错 师父 我约了梁签 先出去了 好的 阿宽 你要小心这个人 师父 有事吗 师父 没事 你们进去吧 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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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大家快去帮忙 发生什么事了 刚才我从饭店出来 看到几个洋鬼子 抓住一个老百姓 要把他送官 我们赶紧去救他们吧 可恶的洋鬼子 又在欺负我们中国人 走 我们去教训 走 我们去救人 阿金 是 事情还没弄清楚 怎么可以轻举妄动 阿金 你说洋人抓我们中国人 有没有心眼看到 这倒没有 师父 这些洋人还能干出什么好事 肯定是在欺负我们中国人 阿宽 你太一级用事了 事情还没弄清楚 怎么能妄下结论呢 师父 你到底让不让我们去救人吧 要救人 就要分精是非黑白 洋人也是人 我们不能有种族之分 你说洋人有坏人 难道我们中国人 就没有坏人吗 你这分明就是借口 你怎么跟师父说话呢 你分明就是胆小 分明就是怕那些洋人 宽哥说的没错 大家谁说的对就听谁的 对 你们说是不是 是 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 师父又怎样 难道师父有错 我们也要听吗 阿宽 你太过分了 就是啊 你怎么这么放肆呀 我不让你们去 是怕你们太冲动 会闯祸的 黄师父 您这么说就不对了 难道说阿宽只会闯祸 不会立功吗 闭嘴 我师父教训徒弟 用得着你说话吗 你再多说一句话 我就一脚把你踹出 我 阿奇阿苏 是 阿建说的没错 师父 你根本就是看不起我们 有你在一天 我梁宽在民团 就不会有所作为 当人们有能力 去扭转他们的生活方式 和环境之事 岂不感到花子悲哀 阿宽 以你这么说 你能和民团有什么作为呢 吉人之难 为民请命 阿宽 如果民团交给你 你能分清试回黑白 为民请命吗 对 我相信我做的比你好 民团的很多兄弟 也会跟我一样的 支持宽哥 师父 三次 为师已经决定了 那口说无凭 我看黄师父还是写个字句吧 你 阿宽 准备笔墨 阿宽 民团以后就交给你了 希望你能带他们走正路 好好养冥立万 一切手机办法 民团以后都疯了 你要自己承担 你自己承担 宽哥 以后你就是民团总教练了 我们出头有望了 不要看这个坏人 师父 你闭嘴 你还有脸叫师父 我们保之林从此以后再也不要你们了 滚吧你们 师父 梁宽果然坐上了民团总教练的位置 竟然有半数的民团追随他 这个梁剑 还真有两下子 当然了 我看上的人 他能差到哪去 不过 大人和我都在保之林盘查过 深知黄飞红这个人大智若愈 他又善于以德服人 梁宽又是他的入室弟子 如果他们的关系 并非无可收捕 也许会阻碍我们的线索 有道理 调查的越深入 就越有把握 保之林的事情 我出头比较容易 屠夫 你就别费心了 哦 对 也顺道见见十三仪吧 我扎方部做事 有很多道板斧 至于用哪一道板斧 外人是不轻易觉察的 十三仪实在是太维护黄飞红了 我必须找一个没有心机的人来入手 买了买了 小姐 要点什么 我想要这个 好嘞 谢谢你 谢谢 不客气 再见 再见 哪个不长眼的呀 天儿姑娘 诶 扎大人 天儿姑娘 怎么这么巧 来 我帮你 来 老夫 这儿没你的事了 你先回去吧 是 学生知道 大人小心 天儿姑娘 来 自从上次保之林见到你之后 就再也没见到你 本来呢 我想抽时间去保之林看望几位 但是因为我公务太繁忙 那次多谢天儿小姐的照顾 使我的病好得这么快 喂 你还说 上次要不是你呀 接近十三仪 哪会惹出那么多麻烦 在这个世界上 敢当个大庭广东之下 在我的肩上拍一张 说话有如此的帅直的 恐怕 也只有你天儿姑娘了 喂 你不是在给我扫官威吧 我可不动床虚文 你不要给我拐弯 哎呀 我说的可都是真话 天儿姑娘快人快语 活泼可爱 见仁见智 感受十分清爽 官腔称赞人 也不知是真是假 哎 对了 你怎么有时间逛街呢 哎 做官的也是人 我也要休息啊 哎 对了 保之林的各位 还都好吧 你关心的是十三姨吧 你自己找不去啊 又冤枉我了 这除了十三姨 我难道就不能关心别人呀 可不要拿我当怪物看 再说了 当日在保之林的时候 师兄师弟对我都不错 相处得那么融相 说句心里话 我这一生 过得最平和的日子 就是在保之林的那段时间 嗯 现在已经不一样了 不一样 发生什么事了 宽师兄了 他和师父闹翻了 师父把民团也给了他 都过去这么久了 他还没有回来向师父认错 我看师父好像也没有意思再让他回来了 梁宽 怎么会呢 梁宽这个人虽然是花哨一点 但是他的本性非常的善良 看得出来 黄师父最疼爱的就是他 怎么会闹到这种地步呢 最可恶的就是那个梁坚 从中作梗 唯恐天下不乱 如果不是他煽风点火 事情根本不会搞得那么僵 梁坚 这个人我不知道 原来保之林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不过我想黄师父他一定会好言相劝 让梁坤浪子回头 你就不用担心了 你说这有可能吗 假如黄师父劝不回的话 我一定找两块好言兄劝 把他劝回保之林 总之呢 我不会任由细心照顾我的田儿姑娘 如此的不开心 你真的愿意这样做 能够帮得到你们 那又有何妨呢 不过 黄飞鸿师父的脾气 你也不是不知道 倘若我插手的话 说不定闹出什么事情来 走一步算一步吧 你有这个心就很好 师兄他们都说你坏话 没想到你这个人这么热心的 对了 我有个朋友从西洋做生意回来 他给我带了很多的礼物 那这一件呢 就是专门给女孩子的一个项链 是不是十三一不要你才给我的 你又冤枉我了 这西洋的事物非常的讲究 这项链不适合那些成熟的女士 是专门配活泼可爱的少女 好了 我知道你这个人什么事情 都能说出大半道理来 难得田儿小姐开会一笑 假如她的主人整日愁眉不展的 她也会哭泣的 都没听过 石头也会哭泣的 不过还是谢谢你 喜欢吗 糟了 糟了 都是你不好拉 人家说这么长时间的话 都师兄还等着用这些东西呢 糟了 糟了 大人 保之灵果然出事了 我们一计行事 大人 您用这种手段骗小姑娘 她要是喜欢上你的话 那十三姨肯定是不高兴了 那岂不是重蹈黄飞红的覆辙吗 土夫 你平时讲笑话一向都很高明 怎么这个如此难听啊 呃